这个电级的话就类似的问题 你们的吸的消费精品 为了挽救你们公司的声誉的潜力下 同意 就自己提出了租金的废赌给我 陪伴我们的城市 万一如果将你们的 少门电级拉回结构去维修 在你们公司那么多人同意的潜力下 您当赌金的钱 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同意这个租金的合同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贵公司作为一个跨国级的公司 上任经理和下任经理 上任经理做的任何商业承诺 为何下任经理可以不争承 特别是我这个租界的合同 是在我们的校长 来个副校长 副校长还有我们的院长 我们的社会处处长 都在签字同意的批准了 几十万个样装修 设备装修房子的前提下 你收回也就毁掉 第二个问题 你等等还是都说完 你一块都能够 第二个 你本人到我办公室去 希望我能够放弃肺部 因为肺部太贵了 不在足迹你的肺部的潜力下 你同意退货 而且是赔赞了我的所有的省事 特别是你到货 完了七十五天 对吧 为何阁下在我不同意 就是同意你不在足迹 肺部的潜力下 你为什么又不同意我退货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 阁下西北销售经理 在我们的肺部室里面本公室自己提出来的 而在右手 你的租界合同 我们又改一个字 又不一定是自己起草的前提下 你为什么你们的销售经理 在西北的各个地方都说 我在鹅里面的废物 我不知道这个鹅从哪来 我们又改任何一个字 我们前往自己 盖完张力 又不走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一个特别是 我发现 买完电竞以后 你们在招标时候 承诺的电竞参数 可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而且是什么东西 我发现你们捷克总部的广告业 和你们的中国的广告业的参数 有明显的差距 在中国的参数 要明显高于捷克的参数 对吧 这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今天我如果相信 你报告中间的所有的东西 对吧 别爱问你 就是 我们中国也有害了不少的 特斯坦的电竞对吧 能够保证发生在我们 南州大学的身上的电竞下 其他的用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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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我一定要解释 我真的很抱歉 我们有什么问题 下来下来 好的 好吧 我建议你们有商业上 或者是凡是用户和厂商 有这个问题 通过法律去解决一下 对对 我们希望 下来 下来 好的